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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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是要让宝宝的空气顺利的排出来 正确的胎大哥可以有效的预防宝贝印奶及吐奶 另外可以让宝贝睡个好觉哦 宝宝什么时候要清洁口腔呢? 我们一天至少要帮宝宝做一次口腔清洁 口腔清洁最好的时机点是在喝奶前 避免宝宝因为坐偶反射造成奶大量的吐出来 第二个时机点会是在喝奶后的两个小时哦 那首先我们要帮小朋友拿一个干净的纱布巾 将纱布巾环绕在我们的手指上 轻轻的沾点热水 宝宝我们要刷牙咯 轻轻的将手指放进宝宝的嘴巴 顺时针 清洁一下 要记得不能塞得太深哦 避免宝宝因为坐偶反射产生不舒服 在轻着上牙床的时候 只要将手轻轻的转过来 轻轻的从左到右的清洁他的上牙床 最后呢要清洁舌苔 我必须要将纸换一个面 用干净的地方去清洁他的舌苔 导伴来 摔摔牙 轻轻的放进嘴巴 利用小朋友的吸引云反射 反复的摩擦 去摩擦掉他舌头上的舌苔 要记得哦 千万不要伸得太深了 我们口腔细节完成咯 最后 请帮我们用毛巾的另外一个角 轻轻擦拭宝宝 然后他存在嘴巴上的奶垢 看完我们的影片 是否已经将新生儿 大小事都学会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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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